接下来的我们的标题写的是要说电镀 那就是所谓的以铜棒为电极电解硫酸酮 我们说过电解硫酸酮的时候哪一极会长酮出来 部极会生酮刚刚要你背的事情部极会长酮 那你就等于在一个碳棒上长出了一层酮 这个动作叫做电镀 如果你把副极改成一个铁钥匙 就铁钥上面会长一个铜出来 这叫做铁钥匙镀铜铜铁钥匙镀铜铜 那么这个动作就叫做所谓的电镀 刚刚在讲解练习的时候跟你说过了 你副极放谁答案都一样 都是生成铜铜一直变成铜 那么叫电镀 然后铁钥匙叫做背镀物 那个要放上那个铜叫做铁钥钥物 这两个名字要弄懂 因为考卷上会这样子写背镀物 铁钥物 你要到底知道谁是谁 谁是谁 OK 所以我都要电镀 副极的金属是从容易的金属离子长出来的 所以如果我要长出铜 电解质就要有铜离子 如果我要长出银电解质就要有银离子 所以所谓的重点是其他注意事项的一个就是这个 要有米度物的金属离子 你的电解质要有米度物的金属离子 要镀铜里面叫铜离子 要镀银就要有银离子 它才会从离子变成金属 所以我们要用一种电解质 或者说一种电镀液 哪一种电镀液 电解质 还有米度物金属离子的电镀液 或者是电解质 了解的事情 OK 那电解流通胺能正疑生是谁 请问说正疑生是谁 正疑生亚 那你的浓度会怎样 越来越怎样 越来越小 对不对 那现实如果这样做就麻烦了 为什么麻烦呢 因为你的电镀液的浓度越来越小 铜离子越来越少 就表示你每个一段时间 就把这个电镀液重新换掉 它这个是工厂 是大槽 可能固定好大槽 不是实验室的烧杯可以拿箱 水面倒水面丢的 所以这样不行 我希望我的电镀液能够不要动它 就不要动它 那怎么办 我就把正疑换成铜放 那么反应就会变成这样 一样 上面是水解离 下面是铜解离 然后呢 正疑有很多的正 副疑有很多的顾 然后呢 副就把正吸过去 那这个谁会反应 讲过谁反应 铜反应嘛 铜离子反应 因为青的活性 比铜大青喜欢变成离子 这里过去 可是现在这个棍子是铜 金属铜 金属是喜欢失去电子的 所以不是这两个在作用 氢氧根跟硫酸根作用 是谁在作用 铜在作用 铜会变成铜离子 所以这边是铜变铜离子 那边是铜离子变成铜 铜离子变成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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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就是所谓的 好所以 谁带正谁带副 正疑产生铜离子 半反应铜变铜离子 正疑产生铜离子 铜变铜离子 副疑产生什么 铜 铜离子变成铜 好就要正疑半反应 副疑半反应 这个刚才念过对不对 跟他一样对不对 跟他一样嘛 所以我说他喜欢出现嘛 他常出现 他跟他一样 跟他一样 然后重点一 重点二 重点三 质量增加还减少 颜色变深还变浅 好 那你看情况之下 正疑质量会减少 因为铜变成铜离子 副疑质量会增加 因为铜离子变成铜 颜色 颜色 不变 为什么不变 因为掉了一个掌 一个掉了一个掌 那就还是一样多个嘛 铜离子浓度是一样的嘛 颜色不变 铜离子的浓度不会变 颜色也不会变 因为左边掉一个右边 长一个 对不对 掉一个长一个没差 所以电镀的时候 电镀要不要换 不用换嘛 摆在那边就摆了就好了 他会浓度都维持 一样 很好 很好 所以要说 我们的状况 Stay Stay OK 还有一个重点是其他 刚才讲了一个 刚才讲了一个 当然还有一个 当然还有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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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